从表面上来看 是老猫老K的配合失误 但是ZGDX自名神时代以来 对内关系一直十分和谐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所以这一次战队的势力的根本原因 是不是和对内恋情有一定的关系呢 那么战队的成员之间 会不会因为诚哥您和童谣的恋情 而受到了影响呢 首先 虽然童谣是我的队友 但我们的恋爱是我们的私事 与战队比赛无关 其次 那些质疑我们战队 是因为我和童谣谈恋而产生矛盾的人 我只有一个回答 如果这一切是出于你们自我猜测 而导致一系列ZGDX即将落幕的影响 现在关掉我们的比赛视频 退掉比赛票 撕掉我们的签名 烧了我们的照片 当然如果你们有的话 以及取消对我微博关注 诚哥 你这样说 难道就不怕伤了 一直支持你的粉丝的心吗 对于你们过去的支持与喜爱 我由衷表示感谢 但对于你们离开我并不遗憾 不用特意私信告诉我 我不会看 就算看了我也不会后悔 好走 不送 诚哥 你不觉得你应该 为这句话向你的粉丝道歉吗 让我道歉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今年ZGDX 是因为我们双C 通失了世界赛门票的话 我会道歉 但是今天我不会 因为ZGDX还在 我们只是入围赛失败了一场而已 如果因为这一次失败 就变成你们眼中的大厦将亲的话 那我反而要问一下你们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支持ZGDX吗 我很失望 我也很伤心 我甚至要跟我自己道歉 我怎么会拥有你们这群 人云亦云的墙头草粉丝 还有那些在网络上带节奏的键盘侠呢 我请你们说回对我ZGDX 以及对童谣的人身攻击 你们还要记住一点 网上不是法败之地 你们这样随意轻道恶意 也许将来就要为此付出 比你们想象严重多的代价 我最后说一句 你们别把我想象得那么好 我没有 我不是 我吃不消 电竞 我们家中单 在我心里画等号 缺一不可 电竞和我们家中单 在我心中画的重点是 粉丝不把我们特意取胃啊 我为我这样的语官 以为我们不敢吗 我是诚哥心里的等号 我替他向诸位道歉 你这个等号画得太强了 那将来是不是就变成小鱼号 电竞小鱼同打起 脱坑回家 没可能了 这些键盘侠也就是能在网上刀了 还能真的给你现实际刀片 过几天就好了 好大爱口多难 我看你 你应该认为 怎么能接受 你应该认为 你应该认为 那你应该认为 你应该认为 你应该认为 认为 你应该认为 你应该认为 我应该认为 你应该认为 是啊 陆思诚身为ZGDX的队长 不仅对战队的声誉毫无责任心 对我们赞助商更是一点尊重都没有 为什么现在事情如此失控 上一次让你们发声明表态 队员的私人事宜与比赛会分开 但是现在呢 私事影响了公事 谁该负责 谁能负责 瑶瑶 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上那些骂你的人怎么这么狠呀 从小到大 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你没事吧 妈 我没事 网上那些人骂两句我又不会手快肉 你们别担心 我先去训练了 明天还有比赛呢 刘瑶 你别担心 早就提醒过你了 你选的这条路会很难走 我知道 俱乐部那边的态度我都知道了 要是战队待不下去了 你就回家来继承家业吧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跟我开玩笑 没有人在这跟你开玩笑 您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这条路 我会一直走到黑 你真的能做到义无反顾吗 你真的能做到义无反顾吗